古老的青岛里面去 这个城市很分明的 而且呢这个青色呢大部分是干青 所以这些开门剑山 是六千年前红山文化的争论 这件红山玉应该是做法姑来 它是采用当地的绣缘 另外这个东西做法姑来说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母系十足社会 那么这个法姑的使用人 很可能就是女头领 谢谢 谢谢春莱老师 这套东西呢 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珍贵文义 在民间呢是不可以就留的 所以我建议呢 这套东西啊 今后有机会到不武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表明的时间呢 以我们的看法 时间都不是太旧 再则呢 上头谢志柳 写给他太太陈佩秋的信 跟这张画也没有关系 不相关 这种东西就叫拉帮车 天仙配 指不定怎么就配上了 说不清楚道理 那么就画而论画而言呢 这张东西呢 如果我们有七白色的真迹 其实一比较 相差就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草虫 这个草虫呢 就是单单薄薄 一个平面 如果是真七白色草虫 那么呢 它会在很多地方 有一些很细微的处理 包括颜色 包括这种村染 然后造成那种草虫呢 厚重 真实 然后有动感 当然这几笔花卉呢 这个东西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松 当然了 从颜色上 其实跟七白色的颜色 也有差 虽然呢 您肯定很相信 您老师给您的 这个传承的这个经过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 这件东西 以我们的看法 东西第一肯定不真 第二呢 表属啊 到画笔啊 到印章啊 都是时间不老的 如果说的再要确切一点 大体上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的这种房屏 随这个意见 对不对 仅供您的参考 好吧 没事 没事 啊